在民国时期的香港 有个叫人家镇的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超级僵尸王 这个僵尸不仅可以在白天活动 连陶木剑 符咒 八卦镜 等等毛山法技都不放在眼里 就连美国五星上将麦卡格 就连我们的僵尸道长九叔 也对其无可奈何 那么你来了 这么牛逼的僵尸是怎么出现的呢 一切还要从半个月前说起 九叔有个师兄冯道长 是个职业赶尸人 身边还有两个徒弟阿豪跟熊哥 关于赶尸的传闻 我们平常听的比较多的是 源自于民间的湘西赶尸 而赶尸人就负责把那些 克死异乡的人运回他们自己的老家安葬 以落叶归根 可是尸体是会腐烂的 加上赶尸长途跋涉非常累人 所以传说中的赶尸人 会用道法将尸体炼成形尸 使其能在辅助的控制下 自己跳着进行 这不就帮赶尸人省了很多力气吗 而就在某个晚上 老冯带着两个徒弟来到了香港的人家镇 三个人分头行动 把几个尸体分别交还给了他们的家人 而阿豪就负责运送当地土豪人老爷的尸体 就跟其他僵尸片里面不靠谱的徒弟一样 阿豪这个家伙同样是吊儿郎当的 半路上看到一个美女在湖里游泳 当场听下来慢慢欣赏 结果就把人家小姑娘给吓着了 其实阿豪运送的这个行驶就是猪猪的爷爷 但是因为猪猪太狗害怕 所以没认出来 到了晚上 阿豪赶是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竟然无意间踩中了陷阱 自己摔热了不说 任老太爷的尸体也被三个毛贼给偷走了 我们同学可能会那么 行是又不是僵是 又不能吃又不能用 偷这玩意干嘛呢 对于普通人是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对于一个想得到诺贝尔奖的老外科学家 要不是老外胆子大探索精神十足啊 连僵尸木乃伊这些脏东西都敢碰 不过话说回来 研究成功不是应该拿诺贝尔生物学奖吗 等阿豪醒的时候 僵尸已经不见了 这要是被师父知道肯定要挨揍 索性他就撒谎说 人老爷的尸体已经送到 订单完成 可是阿豪不知道的是 行驶之所以不是僵尸啊 是因为有符咒和感尸人的法术压着 修道者把尸体裂成行驶 是为了方便感尸 任务完成之后 是要把行驶变回普通尸体的 而一旦控制行驶的符咒脱落 或者说感尸人不懂法术 就会造成行驶事变变成僵尸 刚才被拖走的人老太爷呢 现在就有事变的风险 三个毛贼和老外肯定是不懂法术的 行驶首先已经脱离了感尸人的掌控 那这个老外为了研究行驶呢 还用针管往尸体里面打了 很多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化学药水 更要命的是 老外还一把拿掉了符咒 结果这老爷当场事变 三个毛贼一看老外被咬死了 是拔腿就跑啊 可是这个僵尸速度相当快 不仅能够通过呼吸感尸人的位置 还能跟普通人一样跑起来 最终两个毛贼命丧当场 只有一个叫阿三的脚筋捞走了 那这还没完 跑到外面的僵尸是到处咬人的 上来就着脖子上来一口 下嘴相当狠毒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僵尸到场九叔赶到 一张皇甫贴过去 准备把这个害人的僵尸给收了 却不想 经过科学改造的僵尸 根本不怕符咒 吓得九叔拔腿就跑 到了第二天 僵尸咬死人的消息 乍奖了整个人家证的 死里逃生的人还认出来 那个僵尸就是人老太爷 哎 这下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到了人老爷家里面 当地警队的曹队长 自然压力很大了 是吧 这要是抓不住僵尸 自己的乌纱帽肯定不保 所以他转头就把冯道长 师徒三人给逮了起来 你们好大的胆子 敢在我的地盘上 装神弄鬼 我们同学可能会纳闷啊 曹队长是怎么知道僵尸 是从他们仨手里跑出来的 哎 因为僵尸人这个职业相当特殊 全中国也没有多少 一个小镇来过几个僵尸人 是肯定藏不住的 而且僵尸这种东西啊 就他们这些人懂肯定也是他们给弄出来咬人的 你信赖能赖就赖 这还有王法吗 那冯道长一听这个感觉非常无辜啊 是吧 你呀空口无品愿望好人 香港是法治社会 你有证据吗 曹队长微微一笑说 哎 我们英美法治的规矩是 你请得起豪华律师团就没罪 请不起就有罪 你有钱就可以跟辛福森张子强一样脱罪 上罗里的嗨屁一下都没有问题啊 没钱 等死吧你 要死了 那冯道长大喊冤枉啊 这破地方还有王法吗 那曹队长又说了 王法 老子就是王法 再喊就多告你灭条种族灭绝罪 曹队长一脸奸笑的走了 但僵尸总归还是要抓的呀 这几天下来已经有好多人被僵尸咬死了 搞得是人心惶惶 大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就在这个时候 上次偷尸体逃走的那个毛贼阿三找了过来 说这个僵尸自己见过呀 只要曹队长收留自己 一定帮他搞定僵尸 怎么搞定呢 僵尸不是喜欢咬脖子吗 我发明了一个铁质头套 不仅能够护着脑袋 还能把脖子也挡住 什么好牙口还能把铁皮咬穿了吗 戴上这个铁皮头盔抓僵尸 肯定没问题啊 曹队长觉得这个法子不错 就让阿三和自己的一个小弟 晚上上街旋逻去了 如果碰到僵尸就地解决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 大半夜的时候 两人真的碰到了僵尸 是吧 别说反抗了 当场就被吓得尿裤子了 那个所谓的铁皮头盔呢 根本不禁咬 阿三命丧当场 那一看僵尸压口这么厉害 曹队长也害怕了 索性他就把冯道长散人放了出来 让他们这些专业人士去抓僵尸 还告诉他们三个人 别想着跑路 我们警方抓僵尸不行 抓你们这些烦人还是OK的 给你们三天时间 给我老老实实地抓僵尸 要是抓不到 呵呵 你们的小命就玩完了 棒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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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听说冯道长他们被放了出来 任老太爷的孙女猪猪啊 就找到他们说 这个僵尸呢 是自己的爷爷 无论如何 也请你们高抬贵手 安心地送他上路 那阿豪一看套进攻的机会来了 当即把猪猪拿到一边 然后吹牛逼说 我们三人都是专业的 绝对不会伤害到老爷子的 两人聊到一半 猪猪拿出了老太爷 生前送给他的音乐怀表 一打开就可以播放音乐的那一种啊 大白天的竟然碰到的僵尸 吓得两人是拔腿就跑啊 不过 僵尸在听到怀表音乐的时候 神情立马放松了下来 完全不具备攻击性 可见呢 是僵尸生前对猪猪的记忆 影响了他的失信 那趁这个机会呢 两人也是赶紧跑路 等僵尸反应过来的时候 两人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过一直跟踪僵尸的九叔 却在这个时候准备把他给收了 僵尸白天还能现身 已经让九叔很震惊了 加之上一次符咒还对他无效 这一次的九叔 直接化妆成了僵尸的样子 打算跟在他身后 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同学可能会纳闷啊 僵尸还能伪装呢 九叔的道行很高 早就学会了僵尸话 能跟眼前的僵尸 无障碍沟通 所谓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见了僵尸说诗话 是吧 九叔三言两语 就打消了僵尸的疑虑 跟在他的身后 打算借机降魔 却不强 不仅是寻常的福祉 奈何不了他 就连八卦镜通千剑 也伤不到他 看样子 这个僵尸完全免疫 茅山倒数 果然一问才知道 这个僵尸是打过真的 肯定是用了什么 特殊方法改造过的嘛 如此看来 这个经过科学改造的僵尸王 是什么茅山倒法都不怕 那么学艺不经的 冯道长师徒三人 会怎么对付他呢 咱们一会儿回来 接着聊 现在那些观众啊 动不动就跟到 我屁股后面催根 看我那么多视频 连个赞都没有 我懒得搭理他们的 不给我点赞是不是 我骨头硬不怕他们 你叫王正义是吧 我大哥头条王正义 骨头相当硬 骨头硬是吧 另一边得知僵尸听到怀表音乐就丧失攻击性的弱点之后 冯道长就跟猪猪啊 把怀表借过来 准备晚上抓僵尸用 这种机械怀表只要上好发条就可以一直转 音乐声呢 自然也不会断 到了半夜 音乐声果然把僵尸引了过来 冯道长在屋里面摆好了法阵 本来想一招紧接僵尸 结果对方根本不中招 啊 好在音乐怀表起了作用啊 这才把僵尸给定住了 趁着机会 两个徒弟赶紧拿个管子捅到僵尸的嘴里面 打算把他的尸体放干 这样僵尸就没什么攻击性了 结果怀表想到一半突然停了 僵尸转头就把两个徒弟揍了一顿 冯道长想给怀表上发条 又因为太过紧张呢 直接把怀表给拧坏了 是吧 这一下僵尸没有顾虑了 把冯道长也揍了一顿 没有办法 冯道长开始放大招 用一个大号珠沙笔 画了一张超大符咒 朝僵尸贴过去 结果僵尸根本不怕 那还等什么 赶紧跑啊 师父 怎么办啊 怎么办 走为上车 快走啊 第一个晚上 师徒三人是大败而归啊 被僵尸揍了一顿不说 连怀表也弄坏了 冯道长也发现了 这个僵尸不怕毛山倒树 决定换个方法对付的 到了第二天 冯道长找了一些盲人乐手 模仿怀表音乐的调子 准备来个人工奏乐 结果敲锣打鼓弄了半天 音色完全比不了怀表 这种水平要拿来对付僵尸 恐怕在场所有的人都要不该啊 不过 两个徒弟模仿怀表吹口哨的声音呢 却引起了冯道长的注意 是吧 口哨声的音色和音速呢 都跟怀表原声大差不差 哎 这下对付僵尸有办法啦 到了晚上 三人顾忌重施 在野外布了个物理去墨镇 打算把僵尸给收了 引他过来的方法 就是白天用的吹口哨 师徒三个人在野外轮流吹 累了就换下一个 哎 还真把僵尸引了过来 并且成功让他放松了警惕 但是吹一会儿还行 连吹半个多小时啊 换谁的塞帮子都受不了啊 那你还不能停 一停僵尸肯定发飙 是吧 昨天晚上三人被揍了一顿 这一次一定要解决它 趁着僵尸淘汰在音乐之际 风道长果断放下机关 一个巨大的石板 直接从僵尸上方压了下来 将去重重的压在了地上 终于搞定僵尸了 虽然现在被押成了士饼 但总归是完成了操地长要求的任务 这下不会被枪毙了 但是三人准备把僵尸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石板下面根本就没有僵尸 回头一看 僵尸就站在他们身边 那不用说 肯定又是一顿胖揍啊 就连阿豪也被僵尸逮到咬了一口 好在猪猪及时赶到啊 用吹口哨稳住僵尸 阿豪这才减毁掉命 那拖起之后呢 三个人撕来想去 这个僵尸软硬不吃啊 实在太厉害了 再这么下去 不是被僵尸咬死 就是被曹队长枪毙 既然如此还等什么 赶紧跑路啊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可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曹队长这个家伙 对付不了僵尸 还对付不了凡人吗 三个人刚跑到村口 就被曹队长带人给逮了 到了第二天 曹队长准备把他们三个人给逼了 是吧 抓不到僵尸 就干掉制造僵尸的人嘛 这样也算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好在九叔及时赶到啊 向镇长求情 说僵尸的事情呢 包在自己身上 能不能把他们三人放了呀 那镇长一看九叔穿得很靠谱 是吧 就答应呢 再给冯道长他们一次机会 只要搞定僵尸就情 相比于冯道长 吊儿郎郎的形象 九叔看起来就正快很多 是吧 道行也高很多 阿豪被僵尸咬伤了 冯道长就知道用糯米去毒 而九叔却说 糯米治标不日本 得用朱砂 虾仁粉和金草磨成粉 敷在伤口上才能根治 而在饭桌上 九叔也是倡导使用弓块 跟直接下手抓害 扣脚的冯道长 形成了鲜明对比 吵架归吵架 引下对付僵尸才是主要任务 可是打过针的僵尸 根本就不怕毛山树 想要除掉它 或许只能借用天雷之力了 九叔又算出来 两天之后的亥石 会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狗石 诶 到之后就可以出招降魔 两天之后 九叔在人家镇的祠堂 摆好了法阵 引僵尸来战 为了防止僵尸在天狗石之前跑了 九叔特地准备了一把关公大刀 以拖延僵尸的行动 不一会儿 僵尸果真杀了过来 九叔抡起大刀就劈了过去 不过看过僵尸先生解说的同学 应该知道 寻常大刀破不了僵尸的防 九叔跟他打了几个回合 互有胜负 转头就脚迫手指 用止血开封大刀 然后冲着僵尸横逼过去 想不到僵尸不仅扛打 还能把砍掉的脑袋接回去 实力相当强劲啊 九叔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赶紧让其他人出来 用红绳布了一个五星阵 把僵尸困在中间 然后抄起钢针 往僵尸身上的穴道扎了过去 这些穴位却是人体 齐精八脉的重点部位 是腰害穴 共有108道 扎完这些穴道呢 僵尸就基本动不了了 等到天狗时完成之际 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正中五星阵重的僵尸 天雷之力就通过钢针植入躯底 终于啊 消灭了这个为祸一方的僵尸王 而音乐僵尸的故事呢 也到此结束 看看我前几期僵尸电影 解说的小伙伴 应该能很清楚的感觉到 这期的九叔啊 不如往期那样严肃 古板 甚至有点滑稽 比如说九叔假扮僵尸那一段 最后因为撒尿串帮了 喜剧感十足啊 还有冯道长十足三个 跟曹队长 完全就是喜剧人设 整部电影看起来啊 你甚至感觉不到 一丁点的恐怖氛围 电影的基调 跟最早的僵尸先生 完全不同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音乐僵尸上映的1992年 灵患僵尸体赛 已经走了下坡路了 大家可以翻翻我主页 最近的几期僵尸片解说啊 从僵尸先生到林焕先生 再到驱魔警察 和本期的音乐僵尸 上映的时间呢 分别是1985年 1987年 1990年和1992年 这几部电影中 九叔的形象 随着时间发展 开始从一本正经 慢慢的向略带幽默改变 同样是在1992年上映的 新僵尸先生啊 九叔的形象 更是滑稽了很多 完全没有了 当初高深莫测的 道家高人气场 变成了一个贪吃 爱占小便宜的牛逼的老道 师傅 好不好吃啊 师傅 那块东西是不是很好吃啊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批评啊 因为九叔的形象转变呢 其实也是林整英 为了挽救僵尸体材 所做出的改变 如果一本正经的九叔形象 能一直获得高票房 那林整英啊 也就不用那么辛苦的 钻研喜剧桥段了 说白了 一切都是僵尸片 没落背景下 做出的无奈之举 灵幻僵尸体材 没落的原因有很多 粗质滥造的跟风之作 消磨了观众的耐心啊 是一大原因 让僵尸体材出现了 严重的同质化 在观众面前呢 一定没有任何新鲜感可言了 而且港片本身 有不注重细节的老毛病 导致不同的僵尸片 有不同的设定 比如说同样是感染了尸毒 僵尸先生里面的文才 靠糯米就复原了 而本片里面呢 改成了糯米 只能治标但不治本 得用其他更复杂的腰材 再比如说 僵尸先生里面 被咬死的人会变成僵尸 但是本片里面 僵尸咬死了很多人 却没有出现第二个僵尸 如果你要看过其他僵尸片呢 你还会发现 很多设定上的矛盾之处 这个呢 就是剧本的逻辑性问题 还有其他的细节问题 比如说电影最后提到的 骇尸会出现天口之日 可是骇尸是晚上9点到11点呢 你告诉我 大晚上哪有太阳上狗吃啊 最后设定的决战场景呢 也是大白天 所以说本片编剧 在写剧本的时候 连最基本的考究都没有 这样的剧本 又怎么可能诞生出好电影呢 音乐僵尸总体上 也就是普通爆米花片的水准 跟我们前几期讲的 零换片要差远了啊 而我个人认为呢 从僵尸先生之后 兼具恐怖和喜剧感 最好的僵尸零换片 当属1988年上映的僵尸叔叔 这也是没有林正英的 僵尸电影中最好的一部 非常推荐大家观看原片啊 这里是正英观影 我是王正义 我们下期再见